你剛才講說若情嚇死 這不見得是很適當 因為拜登是國王 他國王一直說我有穿衣服 那一天的辯論 丟臉現眼的辯論以後 連自己人都說你沒穿衣服嗎 早就知道他沒穿了 這可以講了 我覺得這是美國歷史上 所有的總統選前的辯論會裡頭 選完連自己人都說不行 因為通常都說5分 5分 沒輸大概都7 還有這個力氣 這樣的為自己辯護 這就是輸贏是差很大 是2比1 是2比1 所以是非常的明顯 現在我覺得情況是 我們相當講休息一體的陷阱 就是兩虎相爭 另外一隻老虎習大大 這個是什麼虎 這是一個心智跟體能 都不足以擔當重任 我們現在全世界的重大事物 你說29國在軍演 跟他沒關係嗎 你說要跟習大大搬球吧 他有這個能力嗎 你看那個國務卿也好 這些人都說他不錯 其實總統是你在幹 而不是拜登在幹 我認為拜登這個表現 其實真的是比我做夢的 我的角色的邏輯還差 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已經 起碼艾茲航 有一半症候的庸醫 然後民主黨繼續請他 治理這疑難雜政 共和黨更可笑 共和黨就是民怨很深 但共和黨的民怨 要找一個出口 要找一個代言的人 就不應該找川普 因為川普的利益 是跟你們完全相反的 但川普很厲害 川普跟他的幕僚 都很會找這些帶水羔羊 他找了墨西哥邊境 偷入進來的移民 因為他們進來了 你們有工作 還有找這些低價 傾銷的 主要是中國的進口貨 那是這些加他60%的關稅 讓他進不來 讓你們的工作可以恢復 哪有這個可能 我跟你講 川普上一任的時候 的盤盤副代表 很有可能要當財政部長 他就是主張這個樣子 他完全誤會了他自己 國家的人民已經不工作了 你知道嗎 沒有人來工作 我在美國五個禮拜 我找不到墨西哥人 來做園丁你知道嗎 我找不到白人更不用講了 白人一個小時50塊不幹 墨西哥人35塊不幹 他跟你說兩個禮拜以後 兩個禮拜以後沒人 打電話給他 有這回事啊 他忘了 那墨西哥人那麼多 偷渡進來都去哪裡了 他就是他也選工作 他也選工作 他現在一般 大家都不做的工作 他恐怕他也很挑 你的工作給你太低了 現在就是說 反對他換人的 民主黨為什麼沒辦法換人 就是因為他們少了一個朱立倫 對不對 因為朱立倫就可以換柱 你知道 那現在不換的人是什麼 說他老婆 他女兒 他的一個密友 還有建制派 就是過去跟現在民主黨裡頭 想全力的 歐巴馬 克林頓 佩洛西 這些人我覺得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換了也不會贏 不換 那不換更糟糕 我覺得這些人的出發點 就是建制派就完場一尋苟且 而且自私自利 是啊 這個我們的演習 很多外面覺得是看不懂 就演習嘛 演習一轉過就打仗了 就作戰了 現在老公在我們旁邊一直演習 對不對 上一次又演習 這個從演習跟戰爭是一線之隔 演習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有對抗 才是演習嘛 敵人從什麼地方上來 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模擬情境 假設 假設我們的機場被沾了 你怎麼辦 被你用假設的 用個情境 Virtual的概念 虛擬的概念 然後你這裡要 那這個東西這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作戰的一個 類似考成績一樣 如果沒有這個演習 各位可以想一下 沒有這個演習 部隊訓練還是要考核 一段時間就考核一下 一段時間考核一下 那現在怎麼考核呢 現在就是說我要用一個演習 虛擬一個情境 然後你出兵什麼之類 你發現沒有一個指揮系統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我們部隊這樣訓練訓練 最重要就是要有假想敵 要有對抗 施對抗 是很重要的一環 就演習的一環 結果漢官演習 從顧立雄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顧立雄一上來 很多都改變 原來邱國正的第一集是什麼 只要你進入我的臨海 臨海裡面你進來 基本上我要打 當然要打之前 可能再仔細一下 可是原則上要打 這是第一集的概念 他現在說沒有第一集 是進來以後你打我 我才第一集 我現在變這個樣子 好了 那就是說你到底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保存軍力 我質詢他說他這樣講 保存軍力什麼概念 要什麼概念 老共的軍隊來了 我們先躲起來 不要消耗軍力 等到一打得差不多 我們的軍力再出來 你跑到被炸了 通訊系統被弄了 你有沒有遞到的 要遞滾衛星來處理你的WiFi 來處理你的網路 這些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委員 陳永康立委他不斷強調的 其實最要注意的是 電要供電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撐48個小時 我問了經濟部長 郭志輝他打不出來 一開始打不出來 我說如果打仗的話 你能不能保證48小時 不會斷電 然後電繼續的運作這樣 他是旁邊給他塞指頭 只是勉強講說的是可以 你會發現到 我們這個打仗 你怎麼 這個演習怎麼演習 回過來我想再補充一點 剛才講拜登 我好幾個朋友是 現在住美國的 他們很關心 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他們說民主黨現在有一招 你說要處理人 不要處理人 他們提早召開這個 要當代表大會 直接宣布要提名 現在有在運作這個事情 可能會提早來提名他 這是一個事情 提早提名拜登 提早提名拜登 有這麼一說 第二個 我前幾天碰到 真正一個美國拜登 他住台灣 也在台灣 他是共和黨的 一開始最早托川普 後來覺得川普不行 拜登上一次 結果這次他兩個都罵得要事 說川普這個國家怎麼治 拜登用這個樣子 我怎麼托得下去 就這樣講 美國拜登的心聲是這個 你才不要在倒 這個個案其實不能 很簡單 因為他去搞AIT 然後下來就衝撞總統府 然後又說我老婆是共諜 這個綜合起來第一點 他不是綠的 他一定非燃劑紅的 然後他非燃劑 你看他寫的那些字 湊不起來沒有邏輯 所以他親身有病 所以我在這裡勸告 他將來的義務法律訴訟代理人 就要用這一點 他有病 所以沒罪 而且他本來病不中 很輕 最近被沈伯陽這些人 搞得激動了 所以神父洋講的這認知作戰的話 通通引進來了 所以他不但沒罪 還要去國配 就是你們民進黨的人 把我老公 他老婆可以這樣講 把我老公的進程狀態惡化 要去國配 現在其實我覺得 兩樣的關係很浮動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新聞 真的是不用太深入 因為他可能他的情緒比較焦躁 所以他要做那樣的事情 那總統府先前 本來是沒有那個花台的 那個不是只有花台 他花台下面有那個 類似像是就是整個鋼柱 很大 衝不過去 對 衝不過去 因為之前有一次馬英九 人到了那個非洲的那個 這個聖多梅普林西別的時候 被撞上去了 整個卡車撞到他的那個 場地前面的階梯 所以現在又進不去 好 那他情緒焦躁 他個人問題 可是整個社會確實 大家都覺得 因為兩岸看起來很危險 又要這個打仗了 又要幹嘛了 所以大家會擔憂 那剛剛我綜合跟大家報告 因為剛剛一路這樣談下 有幾個話題 包含了去中心化 因為大家現在並不了解 顧立雄這個部長上來以後 梅家術總長講 去中心化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他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自己過去的跑過跑 他們演習那些兵制到什麼意思嗎 去中心化以前沒有過 因為我們也要有領導 鞏固領導中心 對 三軍統帥就是總統 旁邊有參謀總長 然後接下來各的司令 那如果 觀眾朋友 如果一旦共軍要快速的守戰集中戰 短短的在48小時 兩年之間結束戰爭 他只要達成目標 完成斬首 就結束了吧 總統被擒 或者直接被擊斃就沒有了 可是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說 你擊斃總統還有副總統 擊斃副總統還有 這個所謂的第一倖存者 然後各個部隊 對 各個部隊都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不用管 你只是一個班長 你都會帶領你九個兄弟 你就繼續纏鬥 所以就是不會有中戰 你永遠打不完 因為到處這個部隊已經沒有司令 沒有統帥 沒有誰 還要再打 所以他其實是反斬首的一環 你想得美 到山上打游擊 好不好 不是我想 是現在目前 梅家術跟顧力小 他們想出來的方法就是 所以他就會讓部隊 離開到各地區方去 包含我們昨天在談的那個 為什麼宮廟要放彈藥 這一次的漢宮演習講說 可能半夜就出來 你到時候大家看 我不知道會是什麼狀況 因為據說是前所未見的狀況 他半夜的時候說大家就跑出來 然後可能就在你旁邊的宮廟裡面 就來了一個連 就是幾百個人就在那邊駐守 所以他必須要放彈藥 所以他那個公文不是假的 他那個函就是要要那些宮廟 同意戰爭的時候 你可能成為據點 可是他不是只有宮廟 觀眾朋友 他還有圖書館 活動中心 很多很多地方 讓你沒有辦法辨識 那當然這個東西 是違反日內瑪公約裡面所講的 醫院跟宗教創組 不可以成為攻擊目標 你也不可以成為軍事基地 可是你這一次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還有尾巴戰爭的人發現說 醫院都被攻擊 所以回過台來就是會混亂了 梁文杰那個 因為是我問他 他上我節目 政論節目 現在目前是這樣 因為各大電視台都已經自侵 沒有這件事情 那你陸委會不是說有嗎 他上我節目的時候說法 其實我覺得是跟我本來理解的不一樣 因為我本來看到邱翠正主委 去立法院講就是說 卻有歧視 文化部 國安局跟陸委會要聯合調查 可是梁文杰副主委他跟我講的內容 不是已經確定有歧視 而是確定有人指控歧視 所以要去查看是否真有歧視 找不到趙伯 可是他說趙伯離開以後 還有兩位新華社記者 目前在台灣輪替駐點 所以新華社記者目前還在台灣 只是那兩位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他說陸委會會在這幾天 親自的約談他們就是約訪 請問一下你們理解這件事嗎 不理解 他一定說我不理解 怎麼理解 我不是要講話記者 自由時報是自由時報提出來的 對不對 如果這個涉及國安 你當然可以不用跟他問 那個資深媒體的人是誰 因為保護消息的人 但自由時報知道 要說得更清楚一點 不要弄到人人自圍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變成 好像是這個 好像匪諜就在你身邊 弄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漢光演習 就是說有行變無行 無招勝有招 我不曉得這個孫子兵法裡頭 到底有沒有這一張 沒有 這太奇怪了 這個老公看起來 一定覺得很好笑 因為地方就那麼小 人就那麼多 你能夠打 你打輸 就是到時候都可以 純動一段時間 能夠撐多久 我問你 你小時候玩過蚯蚓沒有 蚯蚓 你玩過嗎 我用蚯蚓釣魚 蚯蚓你用刀子斬斷成三節 會動 每一段都會動 這個就是中央不指揮 蚯蚓的頭不管是在哪一段 你斬了好幾節以後 每一段都會動 就是這樣 你各自作戰 各自作戰 各自保命 各自捍衛 不用有時候司令官下令 這個有用嗎 蚯蚓能夠撐多久 原文傑 何許 他是台獨大師 林佐水的嫡系子弟 也是我當年民進黨團幹事長的部下 後來我們多年不見了 我碰上他在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說梁文傑 你沒有進步 反而是退步了 他沒辦法回答 往他笑一笑 我覺得梁文傑今天的談話 真的是退步了 他很多不需要講的話 他講得亂七八糟 他就跟玉琛講的一樣 他不需要替大陸去定義 馬英九到底是什麼毒 馬英九 你說馬英九是滑毒 馬英九最受不了 你知道你怎麼叫我都可以 怎麼我是滑毒呢 我是滑而趨統 滑而趨統 但是既然是趨統 就沒有滑統了 所以你不要跟他講 很多講習得了 但是馬半講說 如果梁文傑的講法是當真的話 那這個陸委會就不需要存在了 這有道理 我們陸委會的存在是 當初是根據這個憲法修訂以後 才存在的 就是說我們不是國與國關係 但是南韓大韓民國有統一委員會 那大韓民國的統一委員會是什麼 是我要統一你 你要統一我 彼此彼此差不多 那我們當年 國民黨老講的時代 我們也是要統一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那個已經都過去了 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事實上有陸委會 就是特別特別讓大家知道 這個跟國與國是有那麼一點點差別 既然有那麼一點差別 你民進黨又沒有膽敢把它廢掉 又沒有膽把憲法修成符合現狀 就鋪不隸屬 那你就不要一天到晚講 講一次就好了嘛 南韓那叫做國土統一部 南韓有一個國土統一部 那個偉翰他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兩岸的關係 確實就是所有台灣的 任何問題的核心就在這裡 國防 兩岸外交 民生經濟 核能 都在兩岸 那當然這個梁仁傑副主委是 接受我的方向我的節目專訪 中間最敏感的就是這一題 但顯然他也有備而來 因為既然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賴總統的談話 加上昨天晚上中研院院士的宴會 這一場的話已經講五次了 520上任到現在已經講五次了 蔡英文前總統八年只講兩次 所以顯然賴清德總統應該會繼續講 很快就會講到第十次 第二十次 然後你就算不清楚了 所以他已經堅定這麼說了 那你陸委會不是最尷尬嗎 其他部位可能還好 因為你是大陸交流委員會 大陸就是兩岸人民關係 我們當然理解 所以我也就 我的風格就是很客氣的請教 結果他的回答是這樣 陸委會是根據憲法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設定的 所以都是按照這兩個原則來處理 所以我們是台灣地區 對岸是大陸地區 這叫陸委會 可是台灣地區就是中華民國 大陸地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其實兩岸互不隸屬 跟兩國互不隸屬是一樣的意思 那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這個卓榮太院長今天早上也追加了 那他不是沒有論述的 因為剛剛主任在跟大家講 他這個賴清德總統 在跟院士講話當中 我補充念一句 他除了講這個堅持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之外 他還講堅持中華民國 台灣的前途有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共同決定 賴清德昨天的講法 他為什麼會一直去扣馬前總統 就是因為馬前總統以前選總統說 也是講台灣的前途 有兩千三百萬人自己決定 他講的時候也是 那時候是為了要反非列國家法 拒絕反非列國家法 台灣前途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那是馬前總統選總統的口號 那你這個說法也是巨同 所以他才講說你跟我一樣是滑毒 馬半當然完全不同意 可是他意思就是說 那你在選總統的時候 跟我現在不是一樣嗎 就會繞進去了 我要提一下賴清德講一次 講兩次 講三次 現在講八 講五次了 一直講是幹什麼呢 別忘了中華民國 當然是主權獨立國家 中華民國一直存在 只是他治理的區域 原來從大陸包括台灣 現在退到台灣來 很清楚他的歷史是這個樣子 好了 你要接這個殼子 你要接這個殼子 你要走向台獨 如果真的要走台獨的話 那你就自憲啊 修憲都可以啊 然後他怎麼樣呢 他前一陣子 前幾天還講 如果按照大陸的定義 百分之九十人都是台獨 你怎麼會替他們說 都是台獨 台灣人都是台獨 幹嘛這樣 台灣派跟中華民國派 跟中華民國台灣派 都是台獨 變這個樣子 他變這個樣子 誰跟他都是台獨啊 我們明明白白的 我們就根據我們的憲法 就是我們是守法的 憲法的信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什麼 主權大家 兩岸共有 自權大家分開 你應該清楚的樣子 就是一中各表的概念 馬伴也不斷強調這個概念 一中各表不管老公要不要接受 可是我們這樣子 兩岸可以簽了23個協議 馬英雄可以去大陸 在大陸講中華民國 去年講中華民國 今年也講中華民國 這樣的一個光景 然後賴清德硬不要 然後就對著看 賴清德講完了 現在變左樓臺 現在變這個陸委會 好 最後一點我一定要強調 他就此演說提到1624年 特別強調1624 什麼意思 說台灣從台南開始走向國際 這到底就是台獨的概念 台獨的思想 本節目常常把高嘉瑜跟我擺在一起 那真的是我有一點倒楣 因為我們同時談到一個同樣的節目 他倒楣 你倒楣 常常會因此不敢被告 被上司文 他倒楣習慣了 我是難得倒楣 你看上次講到黑術 MeToo的黑術 我被翁達瑞告了 現在已經出庭七次了 還不乾淨 你知道嗎 多麻煩 那他剛才講說記者問他 他說在牛棚戀球 其實那個我想是在後面 在前面是在本節目 因為談到七龍的霸權的時候 我看他那個樣子 就是義父想要選的樣子 我說你是七龍的女兒 你是不是有願意要選 他就很坦白的 他說我這個政治人物 就是隨時都在牛棚戀球 但是電子媒體 又說沈富雄鐵口之斷 就是說這個高嘉瑜沒有機會了 你說我們交情還可以 那你有沒有講這個話 沒有 我跟你講我還要舉證 來證明電子媒體 我是講過民進黨不會提名他 民進黨不會提名他 我是胡說八道嗎 當然不是 我跟你講前天 你曉得共川 王毅川 人家記者問他 說基隆罷免如果成功 那你為民進黨要推誰的選舉 他說這個我們沒有在討論 但是他接口說因為時間很短 罷免成功到投票 這個時間很短 所以條件之一就是致命度要高 人家說那你舉個例子 你覺得是誰 他舉了兩個 媒體是說是女神 是這個傻串心目中的女神 他因為講女神我不知道 你想他舉了兩個人 一個是你的好朋友周一寇 還有另外一個是丁國齡 所以你看王毅川舉了周一寇 舉了丁國齡 這樣的話哪有他的份 跟他們比我確實不是女神 他們是完全公譜的兩極 你看他多優秀 多優雅 多高尚 你不要再講我了 我越講越黑 對不對 我跟你講王毅川看上了周一寇跟丁國齡 他就絕對看你連機會都沒有 魏翰 我覺得現在討論誰來參加補選 有點言之過早 因為我覺得這個罷免案根本不會過 我的論述基礎非常簡單 你用實際的票數 來跟大家報告就知道了 在這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 就是今年的1月13號 當選人就是常來上我們節目的林佩祥 他的得票是91986得票 他的對手就是這一次基隆的議員叫鄭文廷 他拿多少票 6萬9千多票 請注意 這一次的選舉投票率是7成 因為跟總統一起選 2022年謝國良跟蔡世英那次選舉 投票率是6成 沒有很高 但是謝國良也開出了9萬6 那罷免門檻是多少 是7萬6 所以謝國良的得票是比罷免門檻還要多2萬票 可是我剛剛所講的兩次 有6成投票率跟7成投票率的這兩次 大動員的投票行為的時候 民進黨都只能開出6萬9跟7萬1 所以你要開到超過7萬6 其實我覺得不容易 塵案非常有可能 過關罷免成功我覺得非常困難 我基本上這樣 所以為什麼大家懷疑連署有問題 他們現在要超過5萬對不對 如果你連署有5萬就會過關 7萬就過了 連都5萬了 到時候選舉弄出來怎麼會沒有 所以我就懷疑說 他這個連署真的有4萬 真的有5萬 4萬萬是很多的 尤其是原來都很慢 原來只有2萬多 怎麼突然這兩個禮拜就 就增加 增加那麼多 這個跟國會要罷免連惹 你知道嗎 他們叫我們殺不了完傳 這裡面有些是來的5萬 我提一下吧 他剛剛說要5萬 他剛剛說 目標是5萬 你剛剛把謝國然講得真不堪 看一下 他做了一年半5月份的民調 正式的民調 他過半了 你剛過半了 你說一下5萬 把他講得很不堪 不要忘了 他把林宥昌的爛攤子 把他截掉了 他Net的事情 他都把快要失去的時產變共產 而且法院已經設定他是贏 他用謝國來點火 要引起明年 今年下半年 全國的那個 他用這邊來點火 因為討論選罷法門檻什麼 這個其實說得也很可笑 因為下半年或是明年初 風風火火就是局部改選 來替代國會解散 這是一個巧門 這是民進黨用盡腦筋的巧門 但是是充滿邪門 這是邪門的巧門 他就是本來 你們拿白河給我搞了一個國會改革 我受不了 我去覆議 覆議當然輸 輸了我去大法官 大法官 部分全部贏了 駁回再翻 這沒完沒了 民進黨不會跟你沒有了 所以民進黨本來就是說 應該要倒戈 決勝國會 重新來 我會贏 但是他不要 他當然不要 國民黨也不要 所以他想出一個 來個六 七 七 七 把你幫你 把你罷免掉 變成我的 就朝野 朝小野道就翻了 我要趁這個機會來講說 選辦法的修改 唐世末節 不重要 因為國民黨說 你要罷免我 我把民坎提高 老百姓聰明說你嚇到了 這反效果你知道 吳秉樂在表 這個反效果的東西 再加上去吳秉樂 難道不分嗎 那你說沒有時間表 這是誰講的 洪孟凱講的 這是洪孟凱的釜底操心緩解的 就是說你發燒了吃個絲絲吧 就是這樣 但是我請教主持人 大選完畢以後 你國民黨的這個朝下也大形成了 你覺得那個我們剛才講過的 這些其實都不通的 就造成今天的紛擾到 喪失國家元氣的一種局面 是不對的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 其實連零走水都沒有好好想 以我們的目前的制度是什麼 行政單位 總統制 國會呢 國會是內閣制 所以我跟你講 賴清德總統最後兩條路 就是說選完以後 他馬上要找柯文哲 我們成聯合政府 我給你當副院長 再三個到四個到五個部長 隨你挑 但是賴清德沒有這個度量 柯文哲野心太大了 我做副院長 然後來個四個部長 那我幾次才能選總統 所以他覺得這個 他心裡頭應該覺得這個不錯 現在跟現在相比好多了 但是要選擇不要 所以第一條路跟小黨湊成過半 這是第一條路 但是因為綠 白的氛圍 合作的氛圍沒有 第二條路是什麼 你知道 總統制的國家 我們總統制的國家 沒有倒閣的 沒有解散國會的 你清過美國國會被解散嗎 沒有的 但是他就是總統 要想盡辦法跟大家友好 所以我的提案 反正黨也可以支持 我在西雅圖的時候 西雅圖有重大議案投票的時候 第二天的爆頭的下面 每一個眾議員 參議員投的票 都給你寫清楚 交代 這是一個交代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總統 直接想說也行不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國會裡頭 第一 有不分區 不分區就是 總統制的國家有不分區 是很奇怪的 第二點 有假期動員 第三 假期動員是有效果的 是要罰的 黨紀處分的 你有黨紀處分 有不分區 鐵板一塊 總統就是沒有路可走 所以第一條路是應該可以走的 但是柯文哲跟賴清德 這兩個八字不合 第二條路真的是走不來 所以想來想去 民進黨才想出這個 季邪右旗的巧門 就是要搞這個東西 我覺得既然這樣 好像也逃不掉了 這是台灣的命 你知道嗎 我們從這個 不是前幾趴有談到 川普的事情嗎 川普的事情 美國大法官 你看他就過關了 就等於說他可以 6比3 他等於是某程度講說 總統可以違法 等於是把一大法官解釋 美國總統來當皇帝一樣 他什麼事都可以做都不一定 他不一定就豁免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他豁免 對他選舉當然有加分 有這個你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這樣 就你剛剛提到的 共和黨六個 民主黨三個 美國就這樣啊 台灣這裡面七個都是蔡英文 提名的 綠到出資的 整個來講 這個也絕大多數是綠的嘛 所以大家心裡就會 為什麼現在藍白兩黨 很積極的要說 我要開始要實施公告了 沒有什麼空窗期 一公告就生效 就可以實施了 就可以開始調查權了 是什麼的 剛才誰講的 吳四要講的說 什麼要現在的 要檢察官什麼之類的 這是兩件事 檢察官是司法調查 我們這裡是行政調查 基本上有調查權 這也是根據視線585號 所給予我們的調查權 這個東西就來做吧 那大法官真的 老百姓都在看了 雖然我們對他真的是 沒有任何的期待 而且幾乎就是說 他一定是一定不混為憲 或者是 或者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他不會 他的結果不會符合藍白的期待說 你好歹講個公正的話 不可能啦 這個事實勝於雄辯 前瞻的預算 一次表決150幾個案子 這絕對會先的 全世界民主國家就是 一案一表決 一案一表決 柯建民一聲鈴下 一次表決150幾個案子 主決議他改成建勤 一次通過 我們去視線 他居然大法官就說 這裡面那個高金 他有簽到 還沒有在裡面 所以程序不合 退掉了 這不是立場嗎 就是很清楚 這裡面所有的 包括年改也好 包括什麼的 你就發現這大法官 已經被蔡英文弄爛掉了 被民進黨弄爛掉了 這個角度來回應一下 剛剛高嘉儀 高嘉儀是輕忽了政治邪惡的影響力量 我舉阿扁的例子好了 看阿扁的病的 是醫界的嬌嬌子 這些阿扁的這些醫療團隊的人員 如果你看不起他 那還得了 那就沒有了 嬌嬌子竟然也會說阿扁的手 這有病 現在多年下來大概沒病吧 但是他當年就是很正當的講 所以意識形態會左右你的判斷 不管是法界 不管是意見 都會發生 現在民進黨團今天有開記者會 頒出憲法訴訟法第九條 就是說大法官迴避 這個是除了本身他該迴避之外 申請示現者也可以要求 哪個大法官迴避 所以他就頒出法條裡面有七條 譬如說大法官對於示現的當事人 他跟他是前配偶或是有違約關係的 或者是說他曾經幫這個 裡面有三等親鑑定過 裁判過 申請過 但以這次這個案子過往沒有過 所以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就15位都不會必須要迴避 可是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現在大家民間會認為就是 民意上會覺得說 這個應該都比較侵律 只是說你侵律的這個標準就很難 就用這個記者會的列表 就這些人侵律 可是他並沒有符合 憲法訴訟法的第九條的迴避規則 再來就是現在目前 除了這個示現案在進行之外 民眾黨也立刻提出了 要請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然後還有剛剛所講的有沒有 就是其他的禁電區的調查 跟相關的案子對國發基金 可是這個三法會不會得到 暫時處分這就關鍵了 如果沒有暫時處分的話 就要按照整個程序的新法去走 就不能不來 我覺得這一段談話就被忽略了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謝榮居不曉得從什麼地方 得到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不容易 謝榮居是說郭志輝就一個半月 四十幾天 四十幾天就跟院長講 說倦勤做不到的 趕快 郭志輝有什麼回答 說作為一個團隊 同事之間尋求支持是有的 他沒有否認 他叫尋求支持 他沒有否認 謝榮居就說 如果就電的方面 我聽你 你接不接 我當然接受你的挺 我覺得這個都回答不錯 還算是老直 對 不過有一點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 因為現在談到 衛福部所主管的醫療業務 這個是真的是問題多到 多如牛毛 我們先看一下再討論 這個輸疫的問題是很嚴重 因為現在已經衛生署 衛福部下令就要先給醫院 當然是醫院住院都要點滴 診所是比較少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些事情 就洗腎界 大部分是診所 用的點滴最多 他們現在當然不完全是 像買永鋒的 他也買南光的 但是現在南光要向南光買 南光好像也非常謹慎 因為他們就是不夠 就是不夠 不過這個都是 衛福部千頭萬縮 搞到今天疑難雜生一大堆 但是我最受不了的 6000塊 綠營的立委講的 南部有醫院 6000塊可以優先排床 我跟你講 國民黨的委員們追究到底 這個是讓我非常的憤怒 6000塊可以優先排床 聽到有沒有 就沒有6000塊就排不到床 是哪一個委員講的 追究到底 要他講到底 他不能收回去 民進黨的委員講的 這個經濟部長 我的評價就是 他為了想當官 就愛做官 他可以出賣他的專業 他可以出賣他的靈魂 這個衛福部長 也是很愛做官 我昨天執行他 我不是衛兰委員會的 我就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問 都不知道 來 就叫幕僚趕快提供資料 居然這個樣子 所以被人家說是太空人 他當了8年的 民進黨部門區的立委 他當然EQ很好 小兮兮的 老神這樣他就很想當官 到處運作 當上部長 結果你就發現到 他幾乎沒有立場 然後他專業以為他專業很強 他台大醫生 然後又是在台大當過主任 看起來經歷也還不錯 可是表現出來就是 底下的人一定 私底下一定笑 什麼不知道就找那個健保署長來 槌上面署長來 一個問題都找一個幕僚來 幾乎都 我說奇怪 他一屆這麼熟 一屆這麼熟 我就問他一個東西 好啦 那你的健保費 你能不能承諾 兩年內不漲 他都不敢講我 然後說癌症基金 要弄到100億他有提到 但是這個時間表 都給人家很奇怪的感覺就是 怎麼會有這樣的衛福部長 不曉得他講話什麼意思 他說他可以優惠 你可以打折嗎 我可以打折嗎 不可以 大家大概有可能說現在 這個人是部長 他就周到一點 禮貌一點 他如果把那個 他如果把那個講成醫務會 那是他的口誤 也許是醫生了 因為台大校友 我們也是我們妹妹打折 教書我在台大也教十幾年書 也沒有打折 為什麼他可以打折 他以前是台大的醫生 會不會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我的優惠是什麼 他是員工 我到了 那個婦裡的那邊 很多人就說 這個老師來了 我沒有叫過他們 但是他們真稱我為老師